奔跑吧兄弟从15年播出到现在,虽然网友的评论不一,但是收视率却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准,而常驻嘉宾也换了一番。最近,跑南西的嘉宾团也是高光了。 有一季,作为兄弟团中的唯一女成员杨颖因为需要代产,不得不退出。 后来节目中就请来了当红花旦迪丽热巴,本来热巴的人气就超级高,所以那一季的收视率也创下新高。 而节目组也是把陆寒和热巴人设成一对CP,各种虐狗行为。 但随着陆寒的公布恋情而终止,随着杨颖的回归,热巴也退出了跑南,但是网友们对热巴的呼声仍然是很高的。 所以作为一档综艺节目,首先就是考虑网友们的需求。 而跑南团的导演们也是良心发现,在官方微博上发了几对CP让网友投票选,而热巴跟自带CP邓轮也在榜上。 虽然其他几对CP也很喜欢,但比起热巴邓轮就差了点东西,而官博选择让网友们投票,所以热巴邓轮的票数早已遥遥领先。 而在跑南期的长远中,自然就是热巴带着邓轮热血回归了。 不知道你们听到这个好消息是不是很激动呢? 除了激动有没有更加的期待呢?